本來大家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很多人都有草莓鼻的困擾 什麼叫草莓鼻呢 就是有很多粉刺在鼻頭上面 怎麼清都清不掉 然後即使覺得已經清掉了 怎麼又會再長出來呢 那如果你有粉刺的困擾的話 我們今天要告訴你 粉刺有分好幾種種類 不同種類可能有不同的清除方法 那么有一些在坊间流传的方法 也要特别小心喔 有的有用 但是有的可能会对皮肤反而造成伤害 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首先欢迎四位专家 好的 美丽的廖医师 为什么会有粉刺呢 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粉刺这个问题 大家真的是 这个非常的痛恨 困扰 这个粉刺它能不能断根 这是大家最在意的一个问题 做治疗的目标都希望它断根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其实如果你抱持这样的想法 那是很不切实际的 因为粉刺其实它是一个 我们表皮的一个代谢的产物 毛囊是表皮的一部分 所以从毛囊它一样会产生粉刺 这个粉刺是油脂分泌 再加角质化物质两个综合形成的 所以无论怎么样 只要你皮肤是活的 你就是会有可能 只要有毛囊 就有可能会有粉刺 对 只要有毛囊 然后皮肤是活的 活的 代谢还旺盛 要活的 活的意思就是我们人活的 它就是活着的 对 这个粉刺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象去做脸挤完 那两三天看起来好干净粉刺都没了 可是仔细你给它看隔没三天粉刺又长出来了 又跑出来了 所以你如果常常去用做脸的方式去挤它挤它 挤到后来其实是对 毛孔造成一个伤害 对 对 是 那粉刺更进一步粉刺是痘痘之母 所以粉刺你真的都完全不理它 那倒也不行 因为它假设说在我们的皮肤底下 一直长不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痘痘 变成痘痘了 就会凸起很大 可大可小这样子 好 那罗医师呢 中医怎么看粉刺 其实也是紧接我们廖医师的皮肤科专业医师的说法 其实粉刺仪还是要研究它的皮肤结构 我们再带了一个图卡给大家分享一下 先从我们的现代医学的观点 就是刚才廖医师提到说 我们角质的增生 就是你的角质很容易它的代谢比较异常 所以角质在皮肤的角质就有异常的增生 现在都去角质嘛 所以角质那是个第一点 那第二就是说我们可能中医叫体质学 那种容易出油 叫皮脂腺旺盛 皮脂旺盛说你的不管什么因素 可能是节气 可能是夏天啊 这个比较出油 你的体质就容易出油 我们说T字型的地方 就皮脂腺比较旺盛 那再加上我们会流汗 会有细菌 我们皮肤都会有细菌一些沾黏 沾腹就是我们这个细菌的增生 那紧急就造成我们刚才廖医师提到的 就是发炎的红肿 那能够出来的 有的是在里面还没有把你的 这叫做细胞破坏 那有的就已经 这叫破身了 就把你的皮肤把它挤破了 造成叫做红肿热痛的这一块 所以就整个环节 那我们中医来说 这个皮肤容易有粉刺或是痘痘的呢 就代表你的体内有些热毒 热毒 那一般叫做可能是饮食的也好 你吃到一些食物也好 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 比如说太阳 热 再加上你可能吃一些刺激性的 做洗的问题 造成整个角质跟皮脂腺的问题 都叫做心肝火旺 中医会吃清热解毒 大家知道就黄莲 那所以这一类的 就是代表你的内分泌代谢 还有毒素 没办法做正常的代谢掉 这是我们中医的观点 是 请教一下廖医师 妈妈会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老了 就不会长粉刺 生不出来 是这样子吗 其实老的时候也可能有粉刺 老人有一种老年性粉刺 是黑头的很明显的 对 我妈妈 我跟你讲 我大概每个月 我都要回去集我妈妈 我妈妈75岁 可不可以不要摧残她皮肤了 不是 她永远在她的这个眉中心 有一颗很深很深的黑头粉刺 然后一个月左右 它就会再长出来 很奇怪 有的这个很深很深的黑头粉刺 其实它不见得是黑头粉刺 它是有我们传统说的粉瘤 粉瘤再比较深 你可以摸得到粉瘤底下 就有一颗圆圆 好像皮球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所谓的老年性粉刺是说 它那个皮脂因为代谢而慢 一直累积在毛孔的地方 整个把毛孔撑大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粉刺 粉刺有分这样的几个种类 第一个可以看到它有白头粉刺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黑头粉刺 就是开口看起来就是黑黑的 它还有闭锁型跟开放型粉刺 就是有的粉刺它有开口 有的粉刺它是没有开口的 从白头粉刺看起 如果看图的话 这个就是白头粉刺 你可以看到上面一点一点 白白的地方 这些是白头粉刺 有的粉刺更严重变成笼包了 为什么 因为手劲去挤它 我真的要说手 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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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痒的 国语叫手劲 去挤它以后细菌就跑进去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已经开口的黑头 有没有 这种黑头好大一个 这种我应该把螺医师 好好的拉来的仔细观察一下 可能他的脸上就有 可能会有 有斑了 中年有一点斑 因为是男生他比较容易出现 这么大的一个状态 开口型的黑头粉刺 对 开口型的黑头粉刺 那粉刺比较讨厌的就是说 当今天这个粉刺在毛孔里面长啊 长到一个程度太多的时候 他就把毛孔挤爆 挤爆呢 其实粉刺对人体来说 它是外来物 所以它一挤爆就引发发炎反应 我们的白雪球就说 啊 外敌入侵 我赶快来攻击它 那一攻击的结果 这个粉刺挤爆了 就变成一颗大痘痘 那所以粉刺 长大了以后就没有粉刺了 第一个这个说法是不正确 那但是长大的时候持续有粉刺 其实还好不会怎么样 因为人都有粉刺 可是另外一个常常见的一个错误点是说 你长痘痘妈妈会说 你就多洗脸就好了 痘痘青春期过了就会好了 那问题是你的小孩 已经满脸都是青春痘了 第一个 多洗脸不会好 只会更糟 因为脸会发炎更严重 第二个呢 那些大痘痘 你不处理它 等到青春期过了以后 全部变成苗阿蜜 哗哗的脸 对 全部都是凹坑 所以其实痘痘是病 痘痘要治疗 可是粉刺不是病 粉刺是天生天然的一个 皮肤代谢状况 只是因为代谢快的慢 那粉刺会变成白头或黑头 有的出的来 有的出不来 那出不来的 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 让它比较容易出来 OK 好 对 他就会告诉观众朋友 一些方法 来 美容师 你接触过的这个 很多去你那边 希望做脸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 跟痘痘粉刺会有一些关系 对 大部分都有关系 原则上我们比较不建议 用挤的方式 因为挤的方式会影响毛细孔 然后会影响就是 痘痘会长得比较大颗 相对我们就是做 清洁的保养要正确 但如果说你要改善 毛细孔的问题的话 可能要找医疗的诊所 医生或医院 这样才会改善你的毛细孔问题 对 好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必锁型的粉刺 那要怎么去处理 就是像皮肤科的话 对 到皮肤科的话 我们会用消毒的方式 然后用针头稍微把这个 痘痘的粉刺边挑一下